钱包 顾名思义就是装钱的包 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常用物品之一 钱包通常主要是装钱和重要正见的作用 所以钱包在风水学中也代表着移动的财库 由此可见 钱包在风水中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在选择使用钱包的时候需要注意钱包的风水讲究及禁忌 今天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一、钱包的风水遗迹 一、钱包的造型选择 市面上的钱包款式多种多样 但基本上分为折叠式和纸板式 在风水角度上看 折叠式的钱包不一句材 所以不建议使用 建议大家尽量使用纸板式的钱包 而越新的钱包 运气就越强越容易聚财 二、钱包不可破损 在风水学中 钱包破损是大忌 意味着钱财往外泄露 再好的钱包要是破损了也需要换新的了 否则留不住钱财 一般钱包的材质有很多种 总体的大类如牛皮、隔、自然界的其他皮质等等 从财质上的选择以耐用为佳 这样才容易为自己招财 三、大小适中 钱包如果太小就会游不住财 于是那些钱都跟流水一样 来了又匆匆走了 如果钱包太大 又会显得太空 钱财无法积聚 所以选择钱包的大小 最好和自己的个人经济实力和实际需要相关 四、不要使用五行计用色 人的八字对颜色都有喜计 比如扬命水向人 喜用颜色为红 绿、黄色 便可使用此种颜色的钱包来提升运势 另外有些人爱用紫色钱包 认为其有手才寓意 然而假设你的五行并不洗水 用了紫色的钱包就可能反而会破财 五、通用的旺色钱包 黑色钱包是永远不会买错的钱包 男女通用因为黑色意在沉稳 而且好理财可守钱财、拒钱财 咖啡色、棕色跟黑色差别不大 都是沉稳厚重的颜色 同样财运极佳 这也是市面上很多钱包 提家甚至手提包都以黑色、棕色为主的原因 二、钱包中既放哪些物品 一、破了的钱 钱包里放的最多的东西就是钱了 钱最好是放心钱或者没有破损的钱币 这样对财运非常的好 有利于主人去拢财器 切记不能在钱包里放坏了的钱 这样不仅会为主人带来坏运 甚至会有破财的可能 所以如果你在买东西的时候 收到了破了的钱币 最好马上要求店主给换成没有破损的 如果没有及时更换 要马上花掉或者是放在其他的地方 总之是不能放在钱包里的 二、尖锐的东西 钱包里除了钱外 千万不要放一些尖锐的东西 比如钥匙、迭针或者针移类的 从简单的层面上来讲 这样尖锐的物品会刺破钱包 缩短钱包的使用寿命 甚至钱会从破口中掉落出来 而不被主人发现 而且还会不小心刺伤手指 另外兼日的东西相当于一团煞气 将煞气放在钱包里 自然对主人不好了 影响主人的财运 会让主人破财 甚至是影响了主人的整体运气 让各方面都不顺畅 三、太多杂物 钱包里最好是整洁的 这样不仅在取钱的时候好找 而且不会对财运有干扰 众所周知 钱包是一个人财富的象征 整洁的钱包更容易找来财运和好运气 而有的人他们不太会打理生活 钱包里什么东西都放 各种有用的或者没用的杂物 保质整个钱包总是鼓鼓的 时间久了 钱包就会被称得变了形状 甚至被称坏 这样的钱包由于装的东西太多 也会让财运无法渐入 另外钱包如果被称得变了形状 对财运的聚合也非常不利 破了的钱包更容易给主人带来漏财的可能 四、钱包中不要放空红包 在钱包中携带一个红包 确实能够提升财气和旺气 但是在钱包中放一个空红包却不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 因为红包本身是具有一个装载的功能的 若是你长期在钱包中放置一个空的红包 那么非但不能聚财 还会漏财 长辞以往会造成不小的损失 五、欠条 钱包里除了钱币外 如果一定要放东西 最好是放一些正能量的东西 像欠条这种极具负能量的东西 最好就不要放在里面了 欠条本身就代表着财气不足 运势不忘 放在钱包里会让主人的运势更加的差 不仅自己本身所欲钱财会受到损失 就连事业运势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东西一定不要放在钱包里 随身保管是可以的 就是不要放在钱包里 以免出现比较大的问题 三、钱包中放什么招财忘运 一、放红包压碎钱 在钱包里面放红包 代表的是大吉大利 财源广进的意思 是一个非常吉祥的寓意 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 长辈给晚辈的压碎钱 更有辟邪屈鬼保佑吉祥的好兆头 也是祈福的好兆头 更重要的是招财的效果会更好 因而无论面额大小 把这些别人送的钱放到钱包里 不仅有着招财忘财的寓意 也能起到一定的催旺整体运势的作用 使得钱包本身能越发丰满 二、放铜钱币 在大多数人的钱包里 可能更多的是放置了银行卡以及纸币 直接放入硬币在里面的很少 但其实硬币在风水中对财运能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并且骨钱本身也具有极大提升财运的效果 所以放置铜钱会保证自身财运运势高昂 五地钱也是铜钱的一种 具有聚财、旺财、画煞、镇宅、防小人的作用 如果再系上一根红绳 则招财效果会更好 三、放入催财灵符 灵符是注入天、地、人、神资讯的载体 是天神的文字 传达天神的旨意 可令天下万般疾苦得以解除 千众愿望得以达成 灵符的种类有很多种 用途也不一样 在钱包里放入催财符 能大大的祝望我们自身的财运 四、钱包中放育 在风水学中育具有独特的作用 本身育的功效为曲斜 温厚、存真 放入钱包的玉 会被钱包的风水特征同化 并发挥自身作用 使得个人财运在受到保护的同时 获得更强劲的开发 尤其对于独自出门在外做生意的人 将玉符放在钱包里 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增财效果 这里的玉可以是 普通玉石雕刻而成的玉皮修 玉铜钱等装饰品 放在钱包里就足够旺财了 五、钱包中放桃木 桃木古来就有曲斜 祈福的效果 在现代生活中 已经很少有人真正注意到这一点 把桃木汁放入钱包 可以选择新鲜的桃木汁 也可以选择一些桃木加工艺术品 放入钱包 效果类似 同样的也可以选择桃福放入钱包 总体功效都类似 可以保证自身财富运是不被小人惦记 保证财运不需减其有小幅提升 最后还要提醒一下大家 一般钱包的寿命是三年 如果购买的钱包在三年内不用了 也不能随意丢弃 否则将会打击到自身的财运 后果还是挺严重的 建议在过三年的寿命期限后再丢掉 这才不会影响自身的财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